哈嘍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我在这个独龙坛打王真的非常的紧张 只要看到紫色点点就会以为他们是要打我的 那在我左边是这个贝尔 感觉他就是要趁我把王打趴的时候来 来砍我然后抢这个尾刀 这个几率感觉蛮高的 这只是这个熬龙红龙 看一下 炎爆 小心小心不能看东西 差点就被打了 下面这是谁 飘流木虚龙 敏奇玉兽屋的 这个军统我还第一次看到啊 这个应该是新的军团哦 应该是这次赶名子的 好没关系让他们打 诶他说上电视了 来讲一起打好了 好希望我们新龙是不是 这个独龙坛是个比较和乐融融温馨的地方 大家不要避磁互打 这个温神他是范围攻击 会不会连我的小兵也不小心打到啊 有可能哦 他说我是你的粉丝哦 感谢啊 感谢 我这样会不好意思 因为我就是乱拍乱传而已 感谢你 我还拍谁 我会不好意思 哦 我会不好意思 好 看一下这只熬龙红龙啊 从头打到尾 会掉多少黑四壁哦 黑四壁好像也可以在军团这边更换 看一下好了 主业 相对 这边有个黑四啊 好这边的话也可以点开来看 诶 其实可以换的东西不多啊 这个钢体服一张就150黑四壁了 所以这黑四壁其实还蛮蠻廉价的 它虽然很多能够换的东西其实也有限 好 熬龙红龙 感觉 我觉得这里的王 好像把握没有特别有吸引力耶 我应该正常应该不太会想要过来这边 就是 冒的这个可能会被打死的风险在这边打王 因为它把握跟其他地头的王差不多有多少 好了 获得了痛烈针 他说 绷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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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我打一只网的话获得几个 获得53个黑市币啊 但是我打了一只网能够就是换到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 来 53个黑市币 连一张这个集气服都买不起哦 所以我在想这个黑市的这个商场可能要调整一下 这样的话比较会有吸引力 因为这个宝物真的是一般版而已 那看一下巨猫鱼丝啊 哇他这个东西也还好啊 也还好 所以 对啊 我在想应该以后会调整吧 应该以后会调整这个内容物 好